一男一女蹲在地上 这件女子手一挥 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 开的还是百万修旅 会这么嚣张 原来他们是贩毒集团成员 而且女子过去还是演艺圈 涉毒的毒品人头 当年艺人小熟胜涉毒 轰动艺能界 检警调查包括艺人贺一航 洪奇德 郑敬一等人 及歌手罗百吉经营的夜店染毒 都和黄杏女要头 以及另一名工艺商脱不了关系 黄杏女要头人称赌后小妖 拥有高超骸客技术 躲避警方追查 能够一手掌握贩毒集团状况 就是利用软体监测下游通讯 身上还背了不少条毒品通气 传出过去是演艺圈 不少毒品的源头 如今再度狼狈招待 警方大动作破门 进入贩毒集团老巢 这伙人在赌后小妖的指挥下 利用便利商店电到店来交货 制造断点 海洛英都是一块一块来计价 背后金流高达上亿元 号称是桃园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 我发现这个毒品的量很稳定 实施通信监查 持拘售票分别在桃园 宜兰等地区 那将凡性女药头 贩毒集团等五人 弃捕到岸 这次警方查获200多万账款和毒品 成功逮到药头将持续追查 要把贩毒集团一网打尽 华视新闻 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